有关于太阳系的最后一个焦点观念 我们来介绍地球的独特性 那讲一部分请浏览 课本在54页有整理的有关于地球独特性的知识 那整体来说地球的适居性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讲 第一个是地球提供了稳定而丰富的生命生长条件 包括稳定的水循环、气温和我们的大气 那当然包括我们的液态水存在 这些都是属于适合生命生存的条件 那另外一个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条件呢 也跟我们地球的位置、大小有关系 以位置来讲我们离太阳远近适中 那我们本身大小是适中 那什么叫适中当然有一定的理论 或者是事实来支持这样的观念 那以天文学来讲的话 离太阳越远的获得辐射会越少 越近的获得太阳辐射会越多 那经过计算的结果 能够保有液态水的位置 大概只有我们地球是刚好在这个位置 至于本身地球大小是适中 那可以造成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吸附足够的大气 那本身也不会太快冷却 缺乏磁层的保护 所以这等于是跟我们上一个观念有关的 在这边也再提了一次 还有一个是补充的 就是太阳本身质量适中 它可以让它的生命期长达百亿年 那它的生命期够长 才有办法让生物在比较理想的情况条件下 来稳定的发展跟演化 如果一颗恒星寿命太短 质量太大 寿命太短 那么它就没办法让生命有足够的时间 进行像我们地球环境这样的演变 那这个是有关于课本四页的重点整理 各位如果要看细节的话 仔细有两个课本 那比较值得各位留意的是 我们内地行星的比较 这个我们在刚才介绍太阳系成员的时候 也曾经提过 像水星金星地球火星 这些星体 它们在整个大气温度 还有距日远近等等 这些内容来看的话 它们都有一些特性 那我们一般来讲 都是以地球为基准 像我们地球本身都当作一 那我们自己本身 温度变化 日月温差并不大 那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 我们述诸于温室效应的影响 那所谓的温室效应指的是 如果没有温室气体 跟有温室气体 它的温度差异会多少 譬如说地球如果没有温室气体存在 地表吸收太阳辐射 同时发出红外线辐射 两个互相平衡的结果 我们会维持在零下18度 摄氏零下18度 那我们现在目前地球上的平均温度是摄氏15度 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了温室气体之后 我们的温度就会比没有温室气体情况下 增加了33度 那温室效应最强的是金星 为什么呢 各位可以看到 它本身的大气压力比地球大很多 而且它大部分 绝大部分都是二氧化碳 所以代表它的二氧化碳非常浓密 产生很强的温室效应 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提过的 为什么它的日夜温度几乎都是一样 而且温度这么高 那水星就不同了 水星虽然离太阳更近 理论上辐射温度会更高 但是 但是也因为缺乏大气的保温作用 没有大气 所以它的夜晚没有阳光照射情况下 温度也会降得特别低 日夜温差特别大 当然有一个因素也是一个影响 也就是它的周期 我们地球一天24小时自转一圈 它需要将近59天 等于说连续有将近30天的白天 连续有地球时间30天的夜晚 当然真温 吸热跟散热 这个时间累积久了 温度的差异就会比较明显 那你会说 那金星的自转周期不是更长吗 不要忘记了 它有很强的温室效应 所以它即使没有阳光照到 它的内部的温度 温室效应 也会使它保温作用很明显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 这些特征包括聚日远近 包括自转时间 包括大气 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它最终温度的表现 那火星跟这几个星体相互比较有结果 它的大气中 虽然二氧化它跟金星一样 都是占比较多的 但它的温度却是比较低 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离太阳比较远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它本身大气很稀薄 所以也不具有保温作用 所以它不但温度低 而且温差也很大 像这些都是属于温室效应 或者是日夜变化 包括距离太阳远近 这些总体知识的总和 那各位除了要能够记住一些事实 最好能够进行合理的推理跟比较 那这就是有关于 内地行政比较的重要性 这一张表格各位可以记下来 然后去推敲一下 里面造成的差别跟影响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相关的问题